咱们做一个克罗地亚松露盐版的牛扒 有血红肉不能出血 这种做法它肯定好吃 我这次去克罗地亚里头 我们也算深度了 去了8天 买了这个 这叫松露盐 松露里边用的白松露粉 和炒过的玫瑰香盐 所以就这个做出这个味儿 它是绝对不一样的 其实真正会做牛扒的 能有血红肉 肉是像血红 但是不能流水 凝血过程 好多人都不懂得 凝血过程 血不凝它就流了 在家也是用黑胡椒饥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颜色忘了 这无彩的 这无彩 这胡椒也是我错 对 喝了不大会 好的行的 够了 这胡椒完了有了之后 下边咱就切点洋葱芹菜 这眼肉 这是肉里边 应该说算最好的 最好的肉了 然后咱们洋葱芹菜 胡椒饵完之后 下边该什么了 干红 干红好好的腌一腌 抓一个 就这种做法它肯定好吃 咱们这个腌上它几分钟就成了 其实有的人就是什么都不放 直接就煎也可以 但是这个有了这个腌完之后 香气就会更容易 这个松露盐 我瞧了瞧它这里边含着比例 盐和松露粉各占50% 那么一斤应该更5克盐 那么这两块您应该喝10克盐 但是10克盐呢 这里边就得交20克 您尝尝 我也尝一试尝 我刚才尝了这特别浓这个 这个 就松露的味儿特别浓 然后我们这个牛扒呢 搁这盘再用松露盐来腌一下 对 把松露盐均匀地撒上 对 这那么拿之后呢 这俩呢 互相的叠一下 这互相的这么叠落一下就行 这样是互相一叠落 要不然它也不匀 是吧 行了 开火吗 咱就可以开火 咱就可以煎了 咱们就倒上橄榄油 有点橄榄油 有点黄油 您看这个烙门 一下就有了 网友肯定问 这锅哪卖的呀 都问了 比历史 比历史 就这样就行了 剩下时间就是凝血了 包盐了啊 不能不盐 哎 四秒之后 是吧 这一特别盐 好 已经学了 一定要有一个叫凝血的过程 就让那血水凝固 那怎么凝固呢 不用高温 140度至150度 五分钟 这个芦笋跟胡萝卜焯点水 水里边加一点盐 加一点油 加点油 胡萝卜先下去 实际就是一个配菜配色 这胡萝卜煮了一分钟 这个下去了 好嘞 你看有血吗 不流血 这就是有血红肉不能出血 老师您再切 嫩得真了 太嫩了 必要就烂了 一定让我们这 特嫩 真的 它已经好 好 再往中间 嘿 家伙 看来 嘿 家伙 都没上来 你再来 师傅 你赶紧拿一块儿吧 哎呦 你看嫩不嫩 香不嫩 我觉得香 好老实 我跟你说 这够牛排 这没黑了 这个东西吧 越是带着血红肉越嫩 你是不是 你看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做这个 一弄就十成熟 它老怕出血 其实呢 你要五成熟 它还出血 咱这三成都不出 对 这个不单是牛肉 你看鸡排 鱼 鸡腿肉 拍完之后 盐这个东西一样 猴子盐带回来的 有人说了 说给牛排做好了 剩下你就送给你了 说了吗 腌制的过程 这些料 简单味拿捏得非常准确 特别是这个盐 当时我拿走 明白了 都想抢 其实我更想抢 我 前面我是师哥 我得让我吃这个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饭谷 吃饭不含糊